建立起我們這個口罩的一個信心 實名制的信心 因為這是整體都是政府 跟我們相關的民間 大家一起建立起來的 這樣的一個信譽 所以當這信譽受到一些妨害的時候 那我們必須要把它能夠把它重建好來 上面要有鋼硬 要硬MD跟Made in Taiwan 大小至尺寸 那整體這個鋼硬都我們統一的來製作 所以它是很一致的 那9月17號起 開始生產國家口罩隊生產的口罩 都要打上這樣的一個mark 然後第二說到藥局去的時候呢 第一就是說藥局開始在9月17號以後 它所在實名制上面所販售的口罩 都必須有MD跟Made in Taiwan 這樣的一個綱音 然後第二個在實名制裡面 另外一條很重要的通路 就是我們的便利商店 那便利商店是因為是預購的 而且它的作業期程稍微比較長一點 所以大部分在下一期裡面 在那個期的其實都已經進到 它們去包裝了 那這些我們其實都會再去把它檢查過 那但是呢 為了避免大家有時候覺得說不放心 或者大家覺得不公平 所以我到藥局就買到有剛硬的 那到便利商店就買到沒有沒有剛硬的 所以我們也特別就是說 在那一期的本來要去領的 它當然也可以去領 是安全的合法的 但是就會覺得 不舒服 覺得想要領到有剛硬的 那也可以在延後 到下一期去領 那那一期從9月28號起 我們的便利商店所有的 所提供的實名制的口罩 也都會有剛硬 所以這兩個步驟是把我們從國家口罩隊 一直到我們的最後的一個販售端 都確保有這樣的一個剛硬 讓大家使用上面會放心